炸散 炸球 哎呀低了 这个干法下低了 这个球形炸开之后呢 是很漂亮 可是因为干法下的太低 对 那么其实是擦到了这个红球堆 那么右侧的啊 这个球堆边上 对 它没有打实 那么现在这个红球的 母球的力度呢 没有杀住 回到了这个顶岸 对 如果这颗母球在底岸的话 这个球形是非常的舒服的 对于定居会来讲 应该是会防守一下啊 力道好像轻了 还好 还好 虽然呢 这个左侧带口呢 Steven Lee还是有进攻的机会 不过呢 这个进攻 它是要相当的谨慎 因为为什么呢 在球台底岸 球台的底岸呢 边上呢 有一颗红球 对 所以呢 这个Steven Lee 会选择一根防守球 选择右侧的 单独的那颗红球 一个十字回球 对 不过 但是这个母球的力量 来看一下 感觉是漏球了 在六分点位 左侧有一颗红球 应该是很直的 对着左操带口 对 好 我们看到 这个母球与 左侧 带口附近的 这颗红球啊 还是有一点斜角 那么呢 现在的丁俊辉 如果想叫黑球的话 必须要打一个刹车球 我们俗话讲就是 也有可能能直接打低杆 看样子想打低杆 低推 他是低推 漂亮 漂亮 这个触杆很直啊 这个 刮了一下 这个红球 有 有 还有 也就是说 黑球摆回原位以后呢 这个 并不影响 他进攻右侧的 这个红球啊 黑球旁边 右侧的这个红球 不过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 他能不能回来 黑球的左侧 来继续围绕黑球来得分 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找篮球 要去找篮球了 对 漂亮 力量控制的 也非常的精准 好 选择了轻推 轻推的话呢 刚刚好 我们看到 透过黑球和上方的红球之间 正好有一个缝隙下来 对 一个定杆 嗯 没问题 稍稍直了一点啊 这个红球 不过呢 可以拉杆啊 有一点斜角 推弹 对 打一个灯杆 对 打一个灯杆 同样的杆法 对 漂亮 应该说呢 从这个上场 丁俊辉把握的 这一次机会来讲呢 他的这个准备 还是很充分的 这个出竿的节奏啊 频率啊 还是不错 嗯 那么丁俊辉这个赛季 重新拜托到这个 五文中门下 这回在上海大师 被参赛的时候 昨天也是在自己的 这个球房里练了 很长时间的球 据说晚上 八点多的时候 又在 这个 我们比赛场地的 这个连球房 又见到了丁俊辉 对上来丁俊辉 对这些比赛 以及这个赛季啊 对 这个重视程度 是很高 对 因为不能再掉了 这个牌位 如果再掉的话 就危险了 丁俊辉入场的时候 这个 整个球场的 这个 沸腾的程度啊 但是对于丁俊辉来讲 始终孤立 对 选择了粉红球 来看一下 母球的落点 还好 轻轻的碰了一下 这个篮球 我们来看 看了一下 左侧的那两颗红球啊 下方的一颗 应该是没有了 这样的话 就要拿起架杆 那架杆的话呢 可以打 右侧的这个红球 打一个滴杆啊 去顶一下 粉红球左侧的那红球啊 漂亮 算一下比分啊 61比13 现在呢 是领先了48分 台面呢 还剩下三颗红球啊 还剩下51分 那么只需要打进粉球 或者篮球的话呢 就会超分了 所以这个彩球很关键 Steven Lee的这个眼神 他是也是很紧张啊 要拼中带篮球 哇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我自要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粉红球 那么 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把 打粉红球的话呢 我要是打不进 我母球肯定是放到 第一分之安 对 这样比较的稳妥 对 但是这个篮球的选择呢 就是薄的成分比较高 嗯 也许是他对自己的手感 和您的状态 很有信心的原因 不过呢 幸亏还好 有一个咖啡球啊 贴在了 对 要不然的话 这局球 这个Steven Lee 也有机会清台了 这个要去顶一下 这两颗红球 顶的并不是太好 对 要看他的准度了 正在 还是 有点偏差啊 出干的时候 对 看一下慢性 是裁判是判罚了 这个Steven Lee 是联机啊 因为这个电脑系统 的分数还没显示出来 对了 现在显示出来了 66比20 那这样的话 丁俊辉就率先拿下了 第一局了 已经 就有些过了 还好 交到右下底带 这个肯定不是他设计的 还算顺利啊 第一局 那么第一局比赛 也进行得非常的快 总共是用14分37秒 那么在另外的球台上 Sean Murphy是1比0 暂时领先这个Michael Holt Joe Perry呢 在4号球台是1比0 暂时领先Jimmy Cole 那么 阿里卡特和田鹏飞的比赛 第一局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现在田鹏飞是30比9 暂时领先阿里卡特 我们下轮先进行当中 我们下轮先进行当中 我们下轮先进行当中